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吃海带、紫菜都不如吃它 含盖量是超过牛奶的十倍 在正式炎热的夏天,人很容易出汗 随着汗液蒸发,人体会丢失一定量的微量元素 这时候需要及时补点补甲 很多朋友,到了夏天,餐桌上都喜欢配一碗紫菜蛋花汤 紫菜炖汤,海带炖排骨 景味道鲜美,还能补充甲、点等流失的矿物质元素 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菜和海带长得很像 叶片比海带薄,外形像芭蕉叶扇,也像裙带 被称为裙带菜,而且营养元素比海带更高 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种食材搞混乱 海带俗称姜白菜,裙带菜俗称海白菜 同属于褐藻蔬菜,看起来更像精气 所以这并不怪你 但其实也是很好区分 因为裙带菜的菜叶比海带薄,外形像大破葵扇,也像裙带而得名 裙带菜和海藻同属藻类,但口感、外形、营养价值都有不同 夏天吃裙带菜好处非常多 第一,裙带菜是血液排毒好帮手 很多人还不知道裙带菜含有神奇的荷杂糖浆 不但能增强肝功能,还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裙带菜还含有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 将血液中负责那元素排除体外,而达到为血液清毒的目的 经常食用,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促进脂肪带线,降血脂,降血压,轮换血管,增加心肌活力 轻火安眠,排毒去斑 第二,可以养护肝脏 云带菜中含有一种叫做肝露醇的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力量作用 生活中常吃裙带菜对肝脏也有很好的排毒作用 能够更好地养护肝脏 第三,可以补钙铁心 裙带菜含钙量是补钙之王牛奶的十倍 含铁量是补铁能手 牛肉的三倍,500克裙带菜 含铁量等于21斤菠菜 含维生素C量等于1.5斤胡萝卜 含大白质量等于1.5个海参 裙带菜泡发好,清洗干净,控水烙出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蟹胃菇 胃菇又称红喜菇,白玉菇,增金菇 是一种大型木质,辅生增菌 原生于东亚温带 目前日本全球蟹胃菇产量最高 这位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金酸 其中赖氨酸、金氨酸的含量高于一般菇类 守住于青少年抑制增高抗癌降低胆固传 特别是子实体根据以上部分的提取物 具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 其中增菌多糖、瓢磷、限干能增强免疫力 促进抗体形成抗氧化成分 能延缓衰老等等 蟹胃菇指食提取中的β葡萄糖 具有很高的抗肿瘤活性 而且从蟹胃菇中分离得到的聚合糖霉的活性 也比其他菇类要高许多 蟹胃菇还可以提取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因此有防止便秘、抗癌、防癌、提高免疫力 预防衰老、延长寿命的独特功效 是一种低热量、低脂肪的保健食品 蟹胃菇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改刀切成小段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白萝卜 白萝卜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夏天空气干燥、天气多变 很容易引起感冒等多种疾病 适量使用一些白萝卜 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因为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和微量元素、鲜 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 提高抗病能力 第二、可以降低血脂 白萝卜中含有能诱导人体产生 干扰素的多种微量元素 长期服用新鲜白萝卜汁 可以降低血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预防冠心病等 第三、可以止咳化痰 白萝卜煮水能止咳化痰 平时人们出现咳嗽痰多等不良症状时 把白萝卜切成细丝以后 入锅煮至加入适量冰糖 不好以后取出过滤得到的萝卜水降温 然后直接饮用 一天中可以多饮用多次 可以让人们咳嗽痰多的症状很快减轻 第四、可以消食化肌 白萝卜煮水喝能够促进人体代谢 能为人体补充丰富的消化酶 可以增加人们的食欲 也能缓解肌食 促进身体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另外,它含有维生素B和微量元素钾与铭等营养成分 还能加快肠胃弩动 清除人体肠胃中积存的垃圾 平时,人们喝萝卜水不但能促进消化 还能清肠排毒物 可以保护心血管 平时,把白萝卜煮水喝 对人类的心血管有明显保护作用 它还有一些抗氧化成分 能缓解人体血管老化 也能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能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含料 可以促进血液中胆固醇与脂肪的代谢 对人们高发的高血压 高血脂 以及冠状动脉硬化 都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接下来往里打入两颗鸡蛋 鸡蛋里面加入一点食用盐 用筷子把它搅散 接下来准备一个不粘锅 把蛋液放入锅里面 把煮好的鸡蛋先盛出来 放入碗里备用 锅里放入一点三茶油 切好的萝卜丝 还有蟹味菇 全部倒入锅里 用锅铲 翻拌均匀 然后加入开水 煮上5分钟 1分钟之后 加入刚才炒好的鸡蛋 泡发好的裙带菜也加入进去 煮一分钟左右 调味的话只需要放盐 这一个汤都很清甜了 起锅的时候加入葱花和香菜 那一道非常好和味道鲜美的滋补汤 就做好啦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1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把裙带菜鸡蛋 萝卜汤就做好啦 非常健康 营养又美味 本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